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 PETBO公民新聞報 台南一年一度的鼠葵花文化節 在三月底熱鬧展開 雖然今年受到氣候影響 花期延後開花 依然不減前來賞花的人潮 但有民眾為了拍到好看的照片 跑進花田裡 破壞了志工們辛苦栽種的花朵 每年三月初 是台南客家熟花花的規則 客家庫公所為行銷地橫農產業 會辦理各種活動 以提供有限的咖哩 增來的橫空消費 今年火期是有企業影響 它在前的品頌不一樣 在前熟花的營地開花 未得到利用新火期的精進 火期現場有幾個熟花花的真貼心 在前各種不同的花 來得到橫空 有幾片七色的炒花 是有了那種的翁米空間 但是有接觸的民眾 在映像熟花火害時 為了那種去守護中對規則的公表心 我覺得這邊整個規劃做得滿好的 不管是廁所還是花區都規劃得很好 就是比較可惜還是就是會有人跑進去花那邊拍照 之後其他人在整個花期的後期來看 整個花就會被破壞得沒那麼好看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來抗花的時候可以愛護這些花 非常辛苦 如果國會就比較有這些花給大家看 還有少數的沒有幾幾而已 沒有 大家都很合作 所以說要在這裡 拜託大家來修我們的花 讓我們的工作人員 大家都比較有精神 要三天就沒有要讓大家看 一年一度的祝福文化節 會期望當基盤祭國的國後 希望得到學家相會的民眾 剛才感受火力的平衡分為我 經常要定時的火力的背後 都是客戶的志向朋友 辛苦的財政 在維持的身高 您知道捐輸也可以做公益嗎 陽光基金會和二手書店合作 將民眾捐輸的回饋金 作為燒傷和嚴損同心理重建的基金 不但響應知識環保 也為書本找到新主人 近年來隨著環保意識抬頭 民眾對於被棄物的處理方式也更加多元 诸如二手書籍也傾向於捐贈或轉售二手書店 讓書籍在月精神得以延續 形成一股知識環保的縫隙 除了書籍在月精神的發揚 部分書店也與陽光基金會合作 將捐贈書籍的回饋金 又與陽光燒傷及夜省身心理重建服務基金 既享應知識環保 也為陽光孩子創造希望 我們一年大概兩千本到三千本的書籍 那轉換成捐款大概三十萬到四十萬左右 所以這筆錢對基金來講的幫助都是不小 陽光二手書不公為陽光孩子再次拾起書本 也給了幻友們重建希望的機會 除了捐贈二手書支持之外 陽光基金會也鼓勵大眾擔任陽光志工 自基金會協助幻友為他們貢獻一份心理 除了捐書是可以幫助基金會的服務對象之外 我們也歡迎民眾就是可以到基金會來 然後瞭解陽光的服務 或是做一些 我們基金會有一些服務之工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基金會的部分這樣子 陽光基金會洗手二手書店 為陽光孩子們及患有重建希望 不光是基金的建立 也是對未來生活的渴望 期待社會大眾共同為他們加油